2022年总统府元旦升旗 由卫福部长陈时中率领60位医护领唱 其中有一位正媒医师特别吸睛 原来他曾在自己婚礼上热舞爆红 被戏称是热舞新娘 也意外成为升旗典礼亮点 元旦清晨三军一队 在总统府前整齐画一精准甩枪 搭配走位变化上演整齐的滑石操枪 而另一头北玉女一队也同样吸睛 北女一队整齐画一的操枪动作 搭配精心安排的走位 和三军一队相比也丝毫不逊色 而受到疫情影响 今年国歌也特地邀请医护一起演唱国歌 领唱人则是一度宣布封麦的 卫福部长陈时中 陈时中唱的神情专注 觉得自己表现如何 我自己不知道了 不过朋友跟我讲说 想要听起来声音很大 我是认真唱大声唱 不只是感谢2021一整年 医护人员的辛劳 紧接着更要迎接2022的挑战 而和陈时中一起领唱的医护人员中 最吸睛的则是这位台大女医 原来她就是爆红的热舞新娘 曾经在自己的婚礼上 大售无忌的超整新娘 是台大家医科医师曹玉婷 除了无忌之外 歌声同样亮眼 也成了元旦升旗的另类焦点